亞洲被資格賽中華南籃選訓會議 挑選的出版培訓名單 除了球星級的學長劉真 胡龍帽 又不是要小心肉 包括還在打UBA的將軍 宋欣昊 只安菜鳥二十一歲 林信寬 另外談吉隆 古毛維嘉 都在二十五歲以下 張總看中團隊和功能性球員 也歡迎更多年輕心血 加入中華南籃大隊 其中林俊吉 高經委和 尤愛哲分別在兩隻籃 以及UBA展現天賦和抗壓能力 未來性值得期待 正常出賽的情況下 其實愛哲他的高度 在國際賽來講 我覺得會是中華隊一個蠻重要的 其實因為斯大運的強度 不雅於亞洲杯 我覺得因為面對到巴西 我們又碰到塞爾維亞 然後甚至阿根廷 愛哲他們碰到的這個強度 應該已經不雅於亞洲杯 而且上一次斯大運 是開放到17歲 所以那個年紀基本上已經成 已經算是終生代的年紀 這份名單可以鼓勵 更多未來年輕的球員 讓他們知道其實他們不管在哪一個 層級的聯賽裡面努力 其實基本上都會被國家隊看到 但我覺得現在年輕球員 可能沒有像之前的球員 細膩度這麼夠啦 像林志杰現在打到40歲了 但球隊還是非常依賴他 我覺得很多年輕球員可以去學習 不管是林志杰 他對自己的要求 那球場上處理球的細膩度 那甚至如果中風型 比較屬於大前風型的 他們可以去學習像曾文廷 他為什麼到這個年紀 在球隊還扮演這麼失重的角色 那我覺得這是年輕球員 他們可以去像這些前輩學習的地方 球評劉鳳竹教練 不吝嗇稱讚 去年成都大運帶過的三名子弟兵 經驗和膽識的成長 有目共睹 同時也勉力所有的年輕選手 被中華隊肯定只是第一步 如何持續自我要求 像野獸林志杰 四十一歲 還有這麼猛爆的主宰力 學弟們有很長的路 需要努力 懷吐臺 這位是黃昊君 採訪報導